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本次说你跟寒梦博士父子聚聚员吗 Yes i do 嗯 我觉得你是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哎呀 我不知道为什么想笑啊 哎没事 郑沛瑶之前有说过希望你们做一个正常猜券 那么你现在18岁了 请你用青年人的帮手回记他 娇哥 你才不正常呢 没有杨哥 没有杨哥 我错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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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正常 我什么时候都没正常过 因为杨哥 其实莫会跟你们打的手段吗 会 真的 我跟你们说 莫哥他是 就是他会把他自己遇到的所有事情都会付赏给你 你知道有一次他在微信上 然后他给我发了一个他 跳伞 你说吧 他自己又不跳 他给我分享一个跳伞 你说是 这个意思 给你一个机会主抄哥哥 来四个哥哥了 马上来 第一名奋哥 泰 白痴美 第二名伯哥 老干部 老夫妻 就是 算了 我求生于始 我就是说不要多说 对 因为毕竟成年了 没有刑法可以保护我 而且 财富刑事责任 所以说 少说一点就比较好 第三点 姚哥 姚哥其实没什么要吐槽的 真的 毕竟是我姚哥不差事 哈哈哈哈 第四点 我莫哥 因为我觉得我莫哥他的脑回路特别的 我理解不理 对 没了 不是因为 我其实 我其实想说很多的 但是吧 毕竟现在就 只有我一个人 如果我说了太多 哥哥们看到了这个视频的话 那我不就是小命不保了 是不是 Didn't I do 我 其他人 我 he